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探索与东建 我是大鹏 拿督郑伯健3月21日发表最新的预言 深度分析了2021年的疫情和疫苗的危机 认为今年新冠疫情有可能再度回首 还有可能再度的爆发 他说人类自我毁灭 疫苗只是个前奏 这个说法与印度神童阿南德之前的说法是非常的接近 来自马来西亚的拿督郑伯健 近年来被全球的网友称之为近代史上命中预言最多的人 2019年10月曾在千人玄学大会上发表了 针对2020年的14个语言 比如说类似SARS攻击人类肺部的病毒会爆发 全球性的大停顿经济停摆 全球大裁员 世界政局大洗牌 黄灾红灾暴动飞机坠海等等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他所说的14个语言已经全部发生了 准确度确实让人是瞠目结舌 他也曾经在2020年的11月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发表了 黑色12月的六大语言也都一应验了 这其中就包括英国和南非变种病毒 疫情感染加剧 中国将再次爆发新冠病毒 刚果爆发不知名新病毒 马来西亚水患 美国遭遇炸弹袭击 美国国会动乱 极端气温和血量失常等等 拿督郑伯健在去年年底做的 关于2021年的15个语言 他说2021年是有关清算审判和见真假的一年 在后疫情时代病毒不会消失 而且会和人类共存 病毒继续变种感染率提高 但杀伤力会下降 3月开始疫情会有所缓和 但因为疫苗不一定有效 再加上病毒变异等因素 使得全球的疫情危机并不能够完全解除 在3月21日最新发布的预言中 拿督郑伯健首先就讲到了疫情的最新进展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他说新冠疫苗在短短一年内就已经开始大面积上市 但是研发速度过快 使得它的安全性备受质疑 世界各国接二连三传来疫苗的副作用 这些都值得人们冷静理智的对待 世界各地科学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研发出多达200种的新冠疫苗 可想而知 这里面质量效果肯定是良有不齐 很多疫苗的效能数据甚至都不透明 只有在实际环境中 经过长时间的大规模接种 这疫苗的真实效果才能更加明朗化 那么到底疫苗是解药还是毒药 我们是不是就成为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了呢 拿督郑伯健希望自己的预言 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警示作用 他说 正如我之前的预测 3月份开始疫情已经暂时的缓和下来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 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开始已经奏效了 我再次提醒大家 疫情还没有结束 今年的火神奔挂告诉我们 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误导 所见未必为真 不应松懈 我们注定再次经历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关于未来疫情的预测 拿督郑伯健认为 需要走过明年2月份 人们才会开始慢慢的见到曙光 这眼下新冠疫情还会有再次爆发的可能 尤其是今年年尾到明年年初这段时间 恐怕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郑伯健的推算 今年的4月到6月将是大起大落的月份 貌似已经快要解决的事情恐将会落空 虽然目前全世界看来 好像是慢慢从疫情中恢复了元气 许多行业也开始重新营业 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慢慢重回轨道 但是他相信 或许有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 让我们的希望破灭 不过究竟是人祸还是天灾 目前是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 人类要对这突发性的时间做好准备 讲完了疫苗的副作用 拿走郑伯健对于疫苗背后的政治用意 与政治角逐深感忧虑 他说如果病毒是武器 那么疫苗将会是分裂全世界最强的核弹 也就是说 这疫苗的角色已经不再是局限在 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发挥作用 依然成为了解决民生 社会动荡 国家经济 区域平衡等问题的关键 甚至与人类的基本生存因素是息息相关 根据各大疫苗生产厂商的统计 恐吓威胁各国加入自己的联盟 甚至利用疫苗来打击敌对国家 或许一场因为疫苗引发的战争 已然是暗潮涌动 一触即发 这种现象可追溯到殖民时代的两极化 以前通过武力 现在利用疫苗达到了新殖民主义 世界在未来几年会被瓜分成 疫区和绿色区 运用疫苗的国家会垄断和控制疫苗的输出量 给需要疫苗的国家 继而达到了遥控该国的资源 经济板块和国家利益的目的 这种背后的阴谋 绝对是非常可耻的 应遭到谴责和讨伐 哪都正不见还说 今年的流年八字也呈现了多重的暗和力量 意味着更多的人 派系或国家会暗中合作 输送利益 背叛和欺骗将层粗不穷 由于制造疫苗需要数百种原料 世界性大规模的加速生产疫苗 已经使得供应链面临巨大压力 相信纷争会不断的产生 令疫情是雪上加霜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安全有效的疫苗何时可研发成功 何时可公平分发 抗体是否有能力抵抗病毒 日后会不会失效 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副作用 许多决定疫苗接种策略的问题 尚未得到解答 大都正博店认为 这次人类本身彻彻底底的 当了也会小白鼠 需要在病毒的伤害与疫苗的副作用之间 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拿督正博健最后向大家发出真正的呼吁 灾难即将来临 希望行恶者是自求多福 不管什么宗教 恳请大家是相信自己心中的神 多聆听内心的声音 人类只有走回正道 方可得救 拿督正博健也表达自己 并不反对接种疫苗 只是担心过于仓促所带来的后果 他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临床试验 也对接种疫苗的副作用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不排除疫苗制造国为了自私的政治目的 会对疫苗的副作用和有效性进行了隐瞒 他衷心希望各国能将自身的利益与纷争放下 其心面对这个全球性的危机 至于全人类无论是否选择注射疫苗 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迫在眉睫 共同缔造群体免疫才能安然度过这一次疫情 疫情回溜的好景不长 现实就已经印证了拿督正博健的语言 欧盟多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反扑 第三波疫情呼之欲出 欧盟的三大经济体 比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第三波疫情抬头的信号尤为明显 作为在第一波疫情中首个受重创的欧洲国家 意大利再次成为欧洲第三波疫情中首个受灾的国家 自二月中旬年来 意大利每周累计感染人数是急剧的攀升 意大利各地的医院早已是人满为患 3月15日 意大利宣布新的防疫措施 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重新进入了封锁状态 一直持续到4月复活节的假期 而在这些升级为红色区域的地区 所有的学校、幼儿园都被强制的关闭 非生活必须的零售商店也被下令关门 餐馆只允许提供外卖食品 人们正常的生活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3月16日 法国政府宣布 在西北部滨海城市拉尼翁的一家公立医院里 发现了新的变种病毒 令法国医生与传染病专家惊讶的是 这种变种病毒变得更加的智能 甚至可能躲过一般的核酸检查 而且目前被测出感染这种变种病毒的8名患者 全部已经身亡 3月18日晚间 法国总理卡斯泰宣布长达四周的新一轮封城 范围的包括了大巴黎地区在内的16个省 涉及到法国超过2000万人口 德国科学家警告说 毋庸置疑 这第三波疫情已经到来 疫情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到下个月复活节 疫情可能比去年圣诞节时更糟糕 而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3月22日也宣布第三波疫情已经开始了 病例在增加 住院人数在上升的同时发现了令人担心的变种病毒 对于大半年一直处于封锁状态的居民来说 这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 疫情看似回落 疫苗全面接种 真的就保险了吗 看来并不乐观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每一次灾难中 人们都会出于本能的去抗疫 但瘟疫呢 似乎从来都没有被人类真正的打败过 人类能否找到更有效的自救方法呢 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